現在專家會議討論完在昨天晚上宣布 5到11歲的小朋友量劑疫苗的施打間隔 縮短到四個禮拜 那今天早上乘著市場現場在打BNT的疫苗 我們來到現場也問到了一些長輩以及家長 他們對於這項政策都很贊同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對小朋友來說 盡快打的是比較安全 就比較不會 那個就是中症 小朋友都在囤著病 擴張不會那麼快 說短那個距離 對小朋友對血藥都好處 對家長都是好處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表示 國內現在正處於Omicron變異 諸社區流行的階段 建議5到11歲的兒童 應該要完成兩劑新冠疫苗的接種 這樣才可以降低染疫之後重症 以及死亡的風險 但是國內開放兒童新冠疫苗接種 是從5月2號開始 那個時候是先開放莫德納施打 使用的年齡是6到11歲 5月25號開始才開放BNT疫苗施打 使用的年齡是5到11歲 莊仁祥表示 新制度推算最早的一批施打的疫苗的兒童 5月30號就滿4個禮拜了 但是這個政策上路之前呢 需要一些前置的作業時間 包含要發放家長的同意書 學校安排接種或診所 校園接種以及疫苗接種站等等 最快可以施打 應該會是在6月下旬的時候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